癌症的患者因为这个抗药性的关系 常常必须增加化疗的用药量 因此副作用会增加 不过这个状况将来渴望会改善了 成功大学的研究团队 研发出一种人造的奈米碱 这个奈米碱可以标定特定的基因序排列 然后进行切除 因此让癌症的患者在进行化疗的时候 更加的有效果 这种全球创新的技术 有个很长的专有名词 叫人造标靶性光激发奈米碱技术 他利用了特殊的寡核酸 可以锁定特定的基因序列 进行像橡皮擦一样的切割 比起以往的奈米碱 精准有效率的多 像在炎症病患 细胞产生抗药性时 他就可以派上用场 我们等于是可以进到细胞核里头 去辨识双骨的DNA 把这些基因给剔除 或者是把它降低它的表现 那这样的结果就同步的来提升了 这癌细胞对化疗的敏感度 当然不只可以运用在炎症病人的身上 基因序列和人类不同的病毒 同样也可以以这种光控方式 进行切割处理 成大等单位组成的团队 除了将这样的技术发表 在知名的期刊上之外 也积极将现有的蓝光技术 进一步发展成对人体穿透度 更好的近红外波段来运用 明日新闻林俊明 台南市报道